自从我们这个思想先驱报开通了会员专属区以来呀 我们还真的是在我们的会员专属俱乐部上得到了很多网友对于节目的建议意见以及他们对于我们在节目中表达的文章 对于节目中所分享观点的分析 过去我们在办媒体的时候有一个版面英文这一边叫Leaders 那么中文叫做读者来函 经常有一些读者向编辑部写信 何明先生你有没有在编辑部收到过读者的来信呢 我那个时候用麻袋的形容 你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麻袋吧 见过 见过 就是信是一麻袋一麻袋的 怎么样 然后呢里面写了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 让你感觉到你的辛苦没有白费 有一些见解实际上比你这个编辑比你这个记者 还要厉害你就会感觉到学习 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温暖 不过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收到茶叶 还可以收到很多的土台产 观众是我们的医师父母 但是同时有时候不仅是医师父母 而且是我们的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是一个互相伤害的时代 我们做一些节目 肯定有一些缺点 即使是你没有缺点 对于那些高手或者是 心里比较阴暗的人来讲 他都可以 羞辱你 骂你 攻击你 在这个时候 得到一个人的赞扬 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 最好的一个回报 所以有时候的 观众有时候我在 什么地方去去 都说我最喜欢你们的梁家河 但是搞错了 发现你是梁先生吗 把我摔掉 还有人就说我碰到 这个一个人 这个人还是个作家 这个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物 他说我就喜欢你们的思想兴趣报 华语论坛 李奇博士是我的心中女神 我一看 我说年老人家都大了 他说79 是 的确 和平先生开玩笑 这个我们说 这个读者 向我们分享 他们的见解 向我们表达 他们对于节目的喜爱 我们当然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 也分享了 比如说 讲到中国 某一个地方的发展 我们的读者 还真的是 非常认真的 发来了照片 发来了他们亲自去 当地的一些视频 讲到他们在当地曾经营商 曾经学习 曾经成长的这一些人生经历 我觉得这一种分享 在现在的社交媒体时代 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同时我们也格外的珍惜 当然了 更多的是更多的专业读者 在我们讲到芯片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的观众群中有很多 真的是芯片领域非常成功的 投资者 或者是了解芯片行业的专家 他们对于我们节目的纠正和意见呀 让我们自己 真的也是受益匪浅 因此未来 在整个思想先驱报 这样的一个旗帜之下 我们也开一个子话题 思想先驱报的观众来 今天那我们就要与大家分享 这样一批来 他点评的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一个美国人去了大理 写了一本书 叫做大理 弗尼亚 那么这一位网友说 说昨天李基博士和和民兄做了节目 《山高皇帝远》这是美国记者写的一本书 平日他两个人做经济政治节目 我是做一个学生来学习 做学生就要懂规矩 不能乱插话 昨天这个节目可以插几句 我就是从这座山后走出来的 李基博士介绍的节目都是前卫的使用 登泰山 而小天下的享受 谢谢你 谢谢你 而和兄的点评都能点在药靴上 长点出异样光彩 使人在泰山顶上 又上一步人到了青云之上 过瘾 飘了 对 和民先生现在已经是飘飘然了 昨天点出的精彩之一 高山把皇帝隔远了 那么山背后的人就有做皇帝的可能 因为郁昧的凶腔力 常怀有一颗帝王之心 和兄公然还说了 看到文革中一些偏远地方 这方面的资料公安提供的 我本人在政府办的阶级斗争展览中 就看到过渔民穿戴的龙袍和皇冠 制作简陋 正好和他们的心智相配 好点评能使原作品的品味充分散发而出 并加入一些妙趣对原作品有扩展的作用 这可能是原作品中没有说出的 或许是没有的 而你把它点出来或是延伸出来 这个点评就和原作相关联 可说若即若离妙不可言 上品点评就是把原作品的支印 把原作品未说尽的心里话说出来 我们说对于跑题的评价 这一篇文章真的是 把我们平时叫跑题 讽刺和平先生的话 居然说得如此的高大上 把原作品没有说尽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接着为大家分享这一位作者的来函 李博士介绍作者带着三师心态失恋失居失去 到大理找解脱 预解环界改变 生活方式改变 借躺平而走出三师心态 最终借助外界的各种努力都无成效 而却误导 只有放弃以自我为中心 再次回到大都市 纽约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人生的意境 就离开了大理弗尼亚 这个躺平之都 这里何兄又来了一个精彩点评 这是书的高潮 他离开大理的意义 比道大理更深刻 人间没有桃花源 关于何兄的人间没有桃花源的点评 我也来扩展一点我的看法 人间却无桃花源 桃花源在哪里 在人的心里 心里有则有 心里无则无桃花源是桃一鸣先生一个失忆的愿望 如果现实中存在 那他早住进去了 又何必 节奴在人间呢 所以现实中找不到桃花源 就是请智能机器人sora去找 也找不到 一个失忆的愿望怎么找 但你可在心里找到 应该说建构一个自己动手 丰衣足尸 把一个人生的意义放进去 以此意义而建构 这就是你的桃花源 说白点 自己动手 建设一个精神的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工程 母亲说 人总要有点超越油盐柴米的品项 山高皇帝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 一个外国人使用他做书名 可见这位仁兄对中国有了解 有热爱也有风趣 在现实中古老的含义已经消失了 现实中山寨高皇帝也不远 圣上师师站在你面前 所以我说山高皇帝进 不要说现代的高科技影像技术 拉定了皇际和臣民的距离 让圣上能实时无微不至的关心你的生活 就是在没有现代通讯互联网的时代文革后期 我走过比大理更偏远的地方 那里的山比大理高比大理险 但是进入村中一看 泥土铸成的墙壁上贴着和大都市上海滩一样的口号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还圣上无处不在 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我还记得当地有很有诗意的一句顺口溜 交通靠走 通讯靠好 治安靠狗 作爱靠手 两千年的诗经就是从这些民谣中采集出来的 一个很古老的地方 科学时代了爱因斯坦的时代了时空变化了 山再高皇帝也不远了 他就和你面对面老实点 这位网友文章写的是真妙 当然了最妙的 还是他对于和平先生的夸赞 既夸赞又不够肉麻 给人感觉如果是肉麻了 等次低 那么和平先生也不喜欢 但是越夸赞你 又不那么肉麻 反而和平先生飘飘然 刚才跟我聊的时候 是眼皮都直接是往下打坠 也看要睡着了 结果一听到网友来函 现在和平先生是神采奕奕 和平先生怎么看 因为这位先生是一位 功力非常深好的一位 画家 那么他是一个文化人 而且这位文化人他 仅有 就是说文化人很多 但是有境界的 文化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多 你从他的文字里面赞扬理起 就可见他很有境界 对吧 顺带也把我给 讲一讲 免得我心生什么 嫉妒 或者是什么呀 所以这是为高手 开玩笑 但是他在这个文字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皇帝就在你身边了 所以你们各位老兄 少做皇帝梦 当年 三高皇帝远 每个地方都有个头皇帝 现在是 三最高皇帝在你面前 所以各位老兄 少做皇帝梦 这是和平先生对于这篇文章的 少做皇帝梦 我对于这篇文章 其实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的 桃花源 你到处找是没有用的 自己心里有一个桃花源 才是真正珍贵的 对于我们来说呀 实际上做媒体这个行业也好 还是现在关注AI 可能会对于我们的社交方式的改变也好 更多的都是为了找到自己能够与自己安心相处的一个方式 对于过去呀 对于整个社交媒体所呈现的乱象 多少呢是有这样的一点的倦感 这其实也是我们办思想心虚报的初衷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所探讨的这些话题呀 我们所分享的一些观点 并不是噱头性的观点 也不是炒作性的话题 有很多呢 可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家急速消费 吃瓜心态的网络时代 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 但是通过这样的分享 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一些网友共同找到一个像桃花源一样可以珍贵讨论的价值 同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做媒体人的某一些初衷 或者用皇帝的话说 叫做初心不改 不忘初心 皇帝离我们不远 我们说话也小心一点 当然了 这是开玩笑的话 我们很庆幸的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 非常自由的美国 对于我们来讲啊 皇帝可能就在身边 但是我们也 不能说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他做的不对的 我们看到中国的问题也敢于批评 而看到中国的惊喜和进步 我们也乐于分享 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做媒体的这一点初衷 如果您想分享与我们共同阅读思想先驱报收看节目的看法 与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体会 我们也欢迎您去一部六读世界思想先驱报的会员专属专区 我们的编辑和同事也会不定期的从这一些读者 这样的分享的观点中 找出比较精彩的读者来函 所以我们节目的一部分 与您进行更多的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思想先驱报读者来函 第一期 下一期读者来函会为您带来哪一位网友的分享呢 或许就是您在思想先驱报会员专属所留下的内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 谢谢